你好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怎么样才算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我们说看见看不见的才算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我们在开学不久就专门有一讲 题目就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把问题提出来了 我记得经济学家Walter Williams曾经讲过 他说很多人说经济学家分各种各样的门派 有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 他说其实经济学家只分两派 那就是好的经济学家和不好的经济学家 而好的经济学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能够看见看不见的 经过整整一年的学习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去看见看不见的东西 第一我们可以从选择的维度来看问题 每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象一下我们实际上有哪些可以选择的选项 我们选了哪些选项而放弃了哪些选项 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丢失了的选择了 我们举过一些很容易让人记住的例子 比如说增兵制 国家发布一纸命令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当兵的义务 既然是义务给你多少钱都可以 这样不就可以省下一大笔国防开支了吗 省下来的国防开支是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是每一个人的机会成本 多了一个便宜的兵是看得见的 但丢了的那些劳动服务 社会上少了的物理学家 化学家 小提琴家 是看不见的损失 我们要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考虑当中 我们还讨论了水资源保护法 到底是不是节省资源的问题 看得见的是通过水资源保护法保护下来的水 看不见的是由此而产生的其他资源的浪费 你要节省水 可能就得浪费电 可能得浪费木材 可能得浪费时间 甚至得浪费健康 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 这时候就比较容易看出我们到底丢失了什么 好的经济学思维 不追求某种单一维度上面的最大化 他追求的永远是在各种选项当中 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平衡 这是第一 我们要看见看不见的 可以通过各种可能的选项来入手 来去看见那些看不见的 办法之二 我们可以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问题 我们在讲利息理论的时候 就开始引入了时间的维度 这时候我们的比较 再不是横向的手头上的各种可选项目 我们还多了一个维度 那就是拿今天和未来做比较 在这里 想象力非常重要 我们能够把未来的收益想得多清楚 想得多具体 想得多大 我们今天所做的投资 我们今天所做的牺牲 我们今天所做的改变 就值得有多大 有些人是急不可耐的 仿佛没有明天 有些人能够看得非常的长远 能够进行很宏大的规划 对未来的想象 就决定了人们对成本计算的不同 我经常说 看得有多远 走得就有多直 我们不可能不走弯路 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不采取权宜之计 应付一下眼前的事情 因地制宜 将错就错 急事急办 这些都是必须的 但区别在于你有没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你看中的究竟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份职业 这就会影响你在采取了权宜之计之后 能不能迅速地重新找到方向 能不能做最宏观的成本收益计算 能不能看见看不见的 体现在我们在时间维度上面的想象力 第三 我们要去看见看不见的 还可以从竞争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很早就通过很多的例子说明 竞争本身是有成本的 这一点是很多人 甚至很多经济学的教科书都忽略的 我们在讲马粪的故事的时候讲过 制度本身就是有成本的 争夺马粪的过程就是有成本的 我们在讲乞丐不是白拿施舍的时候就指出 哪怕是乞丐 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人有时候是力争上游的 但也有靠力争下游来争取福利的 他们浪费的时间精力和机会 就是竞争的成本 当然我们也从这个角度出发 介绍了无谓的损失这个概念 deadway loss 我们说小偷带来了无谓的损失 经济学家之所以批判小偷 主要不是因为他造成了财富的转移 而是因为他造成了财富的损失 因为有小偷的存在 人们就增加了做锁的成本 而小偷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必然的 并不像石头是硬的 冰是冷的那样 必然如此不可改变的 如果它本来是可以改变的 但又没有改变 我们就说由小偷而产生的做锁的成本 防范的成本是无谓的损失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角度 就是这么来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里面的人 虽然很忙碌 但整个国家还是很贫穷 这种现象 我们要看见看不见的 还可以从第四点来理解 那就是我们要注意成功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上有很多的竞争 可以用一降功成万股哭来形容 这种现象也可以叫做赢者通吃的竞争 当我们看见成功者获得的收入的时候 我们不仅不要忘记他所做出的努力 我们还要记住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的竞争者 所付出的努力 由于赢者通吃这种格局 他们离开了市场 已经被遗忘了 赢者通吃的现象非常普遍 记得吗 我们讲网络效应的时候讲过 操作系统 产品标准 键盘布局 世界跳水冠军 肖邦钢琴比赛的第一名 老少嫌疑的大片 都是赢者通吃的例子 与此相对的 我们也要看到 有许多职业的收入本身 也是有季节性的 高收入产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而除此以外的时间 都是低收入 甚至是零收入的 我们要考虑一种职业 他的收入到底是多少 不能看一个时间片段 而应该看全局 农民一年只收割两季 其他的时间都没有收入 美国有许多教授 一年只拿九个月的工资 暑假寒假就没有收入了 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我们要考虑这两种职业的 收入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 他的全年收入 甚至是他的终身收入 不仅要看到一个行业的成功者 而且要看到这个行业的失败者 不仅要看到一个行业 他收获的季节 也要看到他播种的季节 这是能够帮助我们 看见看不见的一个角度 第五个角度 我们要看见潜在的竞争者 我们在讲反垄断法的时候讲过 到底一个市场算是竞争的 还是垄断的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数数 不能够简单的数那些市场上 已经出现的 正在经营的那些竞争者的数量 如果仅仅是数数 我们就会得到许多荒唐的结论 在一个小地区里面 如果只有一个理发师 这算竞争的 还是垄断的 而在一个大的国家里面 由国家专营的航空公司 被一分为二了 二分为四了 这样的市场 算是竞争的 还是垄断的 在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上 人们越来越喜欢 其中一个操作系统 而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快要被人们放弃了 快要离开市场了 这时候政府应不应该扶持 这种不受欢迎的操作系统 从而使得市场上 竞争的操作系统数量 能够维持一个恒定的数目 如果仅仅是数数的话 我们会以为 一个小地区 只有一位理发师 这算是垄断 我们也会以为 一个由国家垄断的航空公司 分成几块 就算是竞争的了 我们还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就是政府应该扶持那些 在竞争中 败下阵来的竞争者 合理的办法 不是数数 而是去看那些 潜在的竞争者 看他们进入市场 到底会不会遇到 人为的 政府设置的行政障碍 只要存在这个障碍 那不论市场上 现有的竞争者有多少 这都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这都是一个垄断的市场 都是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 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呢 人们是可以随意进入退出这个市场的呢 那不管市场上 看得见的竞争者数目是多少 它都是一个竞争的市场 而不是一个垄断的市场 它是一个由消费者 钞票投票来决定了的市场 第六点 跟第五点接近的 那就是我们要看到潜在的供给 和潜在的需求 我们在讲需求曲线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 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个人到底是供应者 还是需求者 只取决于产品的价格 当产品的价格够低的时候 他是个需求者 当产品的价格够高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位供应者 看到供应者和需求者 这两种角色 随着价格的变化而转化 这是我们看见 看不见的一个重要角度 第七我们要看见 私人的支出 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对比 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学 在讨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 在讨论破窗理论的时候 说过政府支出 会产生成数的效应 它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 我们会看到 官方举办的大型体育会 对旅游业的刺激作用 我们会看到 大型基建工程 对原材料生产的刺激 我们也能看到 大规模的再就业工程 对人们生活的改善 但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要问 政府花的这些钱 用的这些资金 调动的这些资源 如果落到私人的手上 让私人来使用的话 是不是也能够产生成数效应 甚至会不会产生更好的 更高的成数效应 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之间的对比 也是我们提高 看见看不见的能力的一个重要角度 今天我给你解释了 为什么看见看不见的 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我给你总结了七个 提高这种能力的办法 我给你解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